各位,現在所看到的 是樹莓派所開機的一段影片 我把所有的接頭都接好了 比如說,我有一個HDMI轉VGA的接頭 轉到螢幕這一邊 那另外呢 我把USB Port借一個Hub 那這個Hub呢,它分別接滑鼠跟Keyboard 這一個USB的接頭 那另外呢 我還有一個Transom 16G Class10的SD Memory 那另外呢 我利用行動電源 然後提供了5V的電源給Raspberry Pi 那我現在就把樹莓派的電源把它接起來 之後呢,各位看一下它啟動的狀況 那你把電源接起來之後呢 然後呢 我把行動電源打開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它的螢幕呢 Raspberry Pi 就會開始在啟動了 那現在Linux呢 正在啟動當中 這是一個文字介面 好 右上方各位可以看到一個樹莓派的一個圖案 那麼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啟動到這個地方呢 會請您把Raspberry Pi的Login帳號 它Default的帳號就是把它Key in PI 拍 那麼它的Default的Password是Raspberry Enter Enter完畢之後呢 就會開始開機 它會進入到Command-Line這個地方 那現在呢 我啟動它的Windows介面 就是它的那個圖形介面 打一個StartX 那它就會進入這個圖形介面 好 那先把這個樹莓派的圖形顯示出來之後呢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就是它的圖形介面 跟Windows是非常像的 那它有幾個部分呢 那 Midori呢 事實上是一個Web Browser Scratch 是一個 這個 視窗圖形化的語言 那PiStore 只要各位把它聯網的話呢 那事實上 它就可以到Pi的Store 去下載一些 需要付費或免費的軟體 那Wi-Fi Configure呢 這個部分呢 它是需要 就是把Wi-Fi Dongle 把它接上去之後 它可以透過Wi-Fi 連網 那 還有Idle 3 跟 Idle 3 跟 Idle 跟Python 這幾個 程式呢 事實上 是一個程式語言 那另外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LX Terminal 那 如果現在我要回到Command Line 就是有關像DOS之類的介面 我直接按兩次 那麼你可以看到它就回到這個地方去了 好 那如果我要關機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Command Line呢 我只要打Sudo 然後HALT HALT Enter 那我整個 樹莓派呢 就會關機了 好 目前就是在關機的狀態當中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